在疫情的影响下,我们习惯了要保持一公尺的社交距离 这个距离也让原本比较冷漠的现代人变得更自我中心 只扫门前选,成了常态 一位二战时期屠杀幸存者的后代 想要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善良 因此他先后创立了两家企业 目的不单是要获利,而且还是要改善人与人的关系 今天就让我们来认识他的创业故事吧 教典观点plus,daily commercial,每日商业 10分钟教了一个商业观点,我是宜珍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是刊登在2020年4月8号 戴宇所撰写,并刊登在创新拿铁官网的文章 Daniel 是一位犹太裔美国人,他出生于墨西哥 但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跟随家人移民到美国 而Daniel的父亲是第二次大战时期纳税大屠杀的幸存者 因此Daniel在成长过程中很常会听到他父亲诉说着 集中营的那段悲惨日子 其中最让Daniel觉得震撼的是 当年他父亲被关在集中营的时候只有12岁 一位年轻的德国军官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 偷偷的将一些马铃薯丢在地上给Daniel的父亲 这令他了解到,在最黑暗的时刻 人性依然会导人向善 因此Daniel长大后,他就决定要打造福利人们向善的企业 在1993年的时候 Daniel发现有些中东地区常使用的油脂干番茄 是在以色列生产的 因此他临机一动,决定要建立一家公司 让当时处于冲突的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 可以透过商业行为互相合作 于是在1994年Daniel创办了Peaceworks 专门生产各种抹酱及油脂食品 这些食品会在位于以色列的工厂内生产 但是原物料却是来自中东各国 甚至还有不少是由巴勒斯坦农夫所栽种的 而为了这个让冲突族群可以和解的远大的目标 Daniel决定将Peaceworks定义为一家 Not only for profit 也就是不只是为了盈利的公司 也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社会企业 而为了要处理Peaceworks的生意 Daniel过了很多年空中非人的生活 在这段频繁出栽的时间 Daniel找不到让他满意的零食 很多好吃的零食但又不容易携带 而方便携带的零食吃起来又好像绝辣一样 没有味道 难得找到方便又好吃的零食 一看成分却又发现原来是化工品 令人难以安心使用 于是Daniel决定自行研发好吃又健康的零食 就在2004年创办了Kind Snack 善良零食 正如Peaceworks Kind Snack想要推广的是与人为善 Kind Snack想要贯彻的是与自己为善 在零食的开发上 Daniel下了许多功夫 他只采用消费者看得到也挥年的原料来制作零食 这也代表Kind Snack不会加入任何的添加物到零食中 除了用健康的原料 Kind Snack还坚持要在各方面都比市面上一般的零食还要健康 Kind Snack在官网上列出他们所用的原料 而且还为每一种原料加上简单的介绍 好让消费者可以了解他们对看得到也会念的原料的坚持 想要知道更多资讯的消费者 也可以在他们的官网上找到每一样零食的原料 让消费者能够在购买前就先对商品有所了解 最近他们也开发了很多其他产品 其中包括让没空吃早餐的消费者可以买的早餐棒 以及夏天消暑专用吃起来像冰淇淋 但又不是冰淇淋的Kind Frozen 说到这边Daniel的故事还没结束 他为了要进一步贯彻他相信的善良 在创办Kind Snack4年后开始了Kind Movement 希望能够透过启发人心使世界变得更善良 所以他推出Kind Awesome Card 以鼓励一般人日日行善 600名Kind Snack员工身上都会带有这些卡片 而当他们看到有人做了一件值得鼓励的善事 他们就可以将这张卡片交给行善者当作鼓励 并作为象征鼓励人们把这份善意延续下去 至今全球已超过1100万人吃响应 得到这张卡的行善者就可以到Kind Snack的网站上 然后输入卡片上的一组号码以及邮寄地址 Kind Snack收到资讯后 就会寄出两条零食和一张新的好人卡到该地址 除了奖励行善者之外 也让他在下次看到其他值得奖励的善行时 可以用这张新的卡片鼓励对方 而且Daniel相当有生意头脑 透过这张卡 Daniel不但将他相信的善良推广给更多的人 也同时让大家都注意到Kind Snack这家公司以及他的产品 2019年Kind Snack成功打入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市场 今年更在中国大陆投资新建工厂 让中国变成他们另一个最主要的生产点 因为根据专家预估 到了2023年中国大陆的健康零食市场 会高达98亿元人民币 好吃或健康 盈利或善良 当我们遇见二选一的问题时 很常都只能妥协 然后选择一个比较有利的方向 但是听完Daniel他的创业故事后 似乎不应该只选一个 而是要想办法两者兼顾 他用行动证明 鱼与熊掌其实是可以兼得的 因此他成功的打造了两间能够自给自主的社会企业 证明在这个时代 善良还是有价值的 运用善良带出正向的循环跟影响力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啦 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都能够成为各位听众的帮助哦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 对商业新创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吧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怡真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